唐太宗的最爱长孙皇后究竟有多优秀 为何会将其称之为连武则天都无法超越的人呢 提起李世民的话 你会想起什么呢 是玄武门之变 还是贞观之志 亦或是他出色的政治才能 将唐朝推向了我国封建使的巅峰呢 无论想到什么都好 因为这些成绩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位女子 那就是唐太宗的发妻长孙皇后 长孙室是隋唐时期的名文望族 从北魏开始 一直到唐朝 都是历代皇帝倚重的政治势力之一 长孙皇后的哥哥自然不必多说 一代贤臣长孙无忌 长孙皇后的父亲长孙盛 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毕竟他可是一剑双丁的主角呢 出生于这样的家族 那么他与李世民的结合 就戴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长孙皇后的名字早已失传 只知道他的小名叫做观音碧 他喜欢读史书 以古人的善恶来规范自己的言行 待人更是彬彬有礼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成亲之时才13岁 李世民也才16岁 政治青春年少的两人 因为政治的原因绑在一起 却没有因为政治而树立